詞曲 李宗盛 天地有爭起 長陽人海裡 天涯本浩瀚 紅塵無邊際 那紅塵無邊際 城城銘河裡 那是非不得已 夢裡苦追尋 醒來一場喜 我醒來一場喜 天地有爭起 人間情何義 鼓來多少事 我心快隔離 相談無限期 情深不容易 遍離抹青夜 那天地有爭起 小心點 小心一點 慢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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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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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出來 你跌倒燕子 小心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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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跌倒燕子 怎麼回事 走走走走 哥哥哥 請坐坐坐坐坐 見 方家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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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轉門 哪裡哪裡 慢走 各位朋友您好 歡迎收看笑的故事 各位剛剛看到這位年輕人 叫做丁淳良 在他十三歲的時候 母親就過世了 和父親相依為命 兩個人就靠雜貨買賣為生 淳良是個孝順的好孩子 每天成婚定醒 對父親的教誨 絲毫不敢違背 在淳良長大成人之後 就接手雜貨的生意 一間挑起了家中的生計 一心一意 希望父親好好地想想親福 讓他也過著無憂無慮的晚年生活 但是突然來的中風 使得父親常年臥病不起 為此 淳良也請了許多的名醫來整治 但是都沒有什麼進展 淳良眼看臥病不起的父親 心中的痛苦是可想不知的 不不不不不 不要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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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跑 大叔 我把鸡抓到了 我杀给你吃哦 我杀给你吃 别跑 爹 外头太热 进屋里去吧 好 狗六 帮我 好 回来 最近怎么样 感觉好一点怎么样 还不是老样的吗 这左边的身子一点知觉没有 看样我只有等死了 别别别 你别老说丧气的话 咱们王后的日子还长得很呢 你干什么老出自己的眉头呢 阿贵啊 我自己的事情我清楚得很 我知道这次倒下去 永远也起不来了 你看看你 刚说过你你又来了 你为什么都要把事情往坏处去想呢 你说这些话要让你们阿良听到啊 他会伤心啊 阿良这孩子真难为他 店里的事情太忙 他要伺候我 原本想给他 原本想给他起门媳妇 这一病 这什么主意也没有了 哎 哎 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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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到底你想到一个好主意 什么主意 冲洗 哎 反正你们家阿良啊 也没有娶媳妇 不妨啊 给他取房媳妇 给你们家冲冲洗 说不定啊 你这病就会好的 冲洗 我这人病谁家姑娘愿意来 好了 你放心 事情都包在我身上 我先替阿良去选一个好姑娘 再请没谁替你们家去提亲 卉伯 这晚年纪还想讨偏房啊 谁要讨偏房啊 你这个小子 给阿良讨媳妇 真的啊 哎呦哎呦 新郎官来了 新郎官来了 来看新新的新郎官 新新的新郎官 什么新郎官 哎哎呀 我已经给你爹说好了 给你讨偏房媳妇 这事啊包在大主身上 你就等着啊 媳妇上门吧 媳妇啊 阿良你要当新郎官啊 什么时候请咱们喝喜酒啊啊 客人都走了 是啊都走了 爹呢 我已经服侍他回房了 可能已经睡了 你今天也累了一天了 要不要早点休息啊 哦 对对对 今天是够累的 阿良 阿良 是爹在叫 阿良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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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我的眼睛 我的眼睛 你先起来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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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睛 看 看不见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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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瞎了 瞎了 爹 爹 你放心 你不会有事 我就是给你请大夫 小辰 狗辽 爹 你等会儿 我的眼睛 我的眼睛 我的眼睛看不见了 看不见了 我瞎了 我瞎了 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我死了算了 来 我来 爹 吃起饭 爹 您好歹也吃两口 您这样不吃不喝的 身体受不了的 爹 您就吃一点吧 秀珍已经在厨房里面 把洗饭吹凉了 不会烫的 来 秀珍啊 秀珍 妹子 我的洗饭 你帮我带洗饭来了 别急 别急啊 等到我找到 跟你狗公子相配的 我再叫阿良哥 帮你办喜事 好呀 好呀 公公子要搬洗饭 公公子要搬洗饭 好呀 好呀 公公子要搬洗饭 没什么早 早 怎么样 好点儿没有 谁啊 爹 是没什么 什么回事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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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进去收拾 好 进去收拾 秀珍 来 怎么了 你跟阿良到底怎么回事 没有啊 什么怎么回事 你娘都快急死了 叫我过来看看呢 是我娘她太心急了 我进去看爹了 秀珍 秀珍 秀珍他娘在急些什么 原来呀 秀珍为了照顾 失明和中风的老爹 可以说是费尽了心思 而且寸步步离身 不管是白天照顾也好 甚至连夜晚也紧睡在旁 因此秀珍虽然嫁进丁家 两个多月 但是两个人根本没有圆过房 这也难怪娘家要拆个媒婆 来一探就近了 至于她的爹爹呢 因为平遭病变 所以心情相当的沮丧 而且病情可以说是 越来越严重了呢 老哥哥 是我呀 我是秀珍呀 怎么 不认识我了 老哥哥 老哥哥 来来来 你爹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 连我都不认识了呢 爹的状况时好时坏 连大夫也说不出个所以然 一点办法都没 我是怕爹在家里闷太久了 所以带他出来透透气 哎呀 我早就给他说过呀 让他去想开一点 怎么会弄到这种天地了呢 贵叔 你也知道 爹一生为人豪气 喜欢交朋友 这一次他突然病倒 对他来说是个很大的打击 加上他现在眼睛又看不见 难怪秦慎有点恍惚 哎 对了 那那那秀珍又没给你添麻烦呢 听说他们家派人来 到你们家来不及趟是不是 没事啊 秀珍他很能干 店里的事幸亏他在张我 我才能好好照顾爹 那就好 那就好 哎呦 怎么有股尿骚味啊 好臭啊 什么鬼是这么臭啊 好臭啊 爹叔啊 你怎么尿裤子了 哎呀 原来是你呀 臭 不要了 什么事 好臭 哎呀 老公哥你怎么搞的嘛 老公尿了 你熬了 老公哥 你醒一醒啊 老公哥 贵叔 没有用的 我爹听不懂你讲什么 我哥哥阿丑 我俩这样吧 赶紧背你爹回去 别让他这让人家看笑话 再走再走 走吧走吧 你好了 你好了 回去打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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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走啦走啦 你好了 你好了 你啊 说什么说吧 人情都走了 你还在说什么 咱们喜欢看我尿啊 喜欢看我尿啊 好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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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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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尿了 我尿了 你不要想这些 好丑 好丑 哎 咱们行啊 秀珍 秀珍 来了 哎 不要管我 不要管我 我尿了 来 爹 好吧 我要管我 不要管我 不要管我 爹 我尿了 你先回房去 你先回我 好 好 好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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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求求你 躺下休息了 爹 爹 我给你跪一下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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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亮 你嘴怎么了 我去拿毛巾给你擦擦 不用了 来 好 秀珍 谢谢你 跟我说什么谢呢 这些 都是我该做的 要不是你帮我撑入这个家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不该让你到我家来受苦 不 我一点也不苦 苦的是你还有你爹 我刚进门的时候 我看到你时时刻刻老是挂记着你爹 就连半夜睡觉 都要睡在他旁边照顾他 我心里真的好嫉妒 可是我发觉我错了 我太子私了 爹有病 本来就应该要有人来照顾他 要不然爹的病怎么会好呢 我还真恨我自己 不能够多帮你一点 不 秀珍 你帮我太多了 是我欠你 别再说了 我们所做的 都是为人子女应该尽的本分 不是吗 秀珍 你太好了 不知道我是哪一辈子修来的福 能娶到你这么好的媳妇 我哪有那么好 好了 早点休息吧 你也早点休息吧 爹今天状况不太好 我还是去陪他好了 早点休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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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爹 你怎么了 爹 脚 脚 是吧 小真 小真快点 小真 爹 爹 爹 不 爹 爹怎么了 爹他怎么了 爹被蛇咬了 不行 我得送爹去戴夫那儿 护上摩托陪您快去 不用了 不用 他帮不上摩托 快 救生 来帮我 爹 爹 沉沉爹 酒快到了 爹 酒快到了 爹 沉沉爹 酒快到了 爹 沉沉爹 酒快到了 酒水到哪里去了 天这么黑 阿良哥把他带到哪里去了 大叔 大叔 大嫂 大嫂 阿良哥把大叔带到哪里去了 天这么黑 大嫂 大嫂 大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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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求你保佑他们父子俩平安无事 大叔 大叔 爹 沉着爹 酒快到了 酒快到了 爹 沉着爹 酒快到了 酒快到了 好 今天天气有点怪怪的 我看这人要快下雨了 有人 是沉沉跟他爹 这一共是十文钱 谢谢您 谢谢您 好好好 慢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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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伯啊 你刚话说了一半 那天你怎么会突然上山 怎么那么巧的事情呢 说巧啊 真巧啊 我那天呢 总感觉有点怪怪的 翻来覆去躺在床上了 就是睡不着 心里边有点哈毛 我一想既然睡不着 就干脆叫着我们家阿旺啊 到你们家去看看 没有走多远的 就看见你爹啊 跟阿梁啊 躺在那个地方 怎么样叫啊 都叫不醒他 这下我可急了 我就背着你爹 阿旺啊 就背着阿梁 感觉到张大夫家里 张大夫一看呢 幸亏啊 阿梁啊 把那个蛇毒笔吸出来了 不然的话 连他也没有办法 这都是啊 阿梁的功劳啊 哎 各位朋友 当我们父母亲上了年纪的时候 那么难免会有些病痛 在这时候 做子女的应该好好地体谅他们和照顾他们 因为唯有子女的照顾和体谅 才能够使父母亲恢复昔日的活力 您说是吗 看完了今天的故事 让我不禁想到那些找尽各种理由 去逃避照顾父母责任的人 对于这些人实在应该好好地自我反省一番 好了 今天故事说完了 希望您会喜欢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笑的故事 再见 天地我笑一笑 故事我照一照 红人间路迢迢 天药我趁早 把烦恼摔掉 我被青春装了一下腰 小的春风跟着用力摇 摇呀摇 摇呀我给你的爱有多好 我将热情燃烧 你可知道 我被青春装了一下腰 牛的肥花 随着白云飘 飘呀飘 飘呀我给你的爱 路上高 我将拥抱年轻 真心到老 我将拥抱年轻 跟你说 我将写着白云飘 你不可以 你不可以